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不知道 所以就用科典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个政务瓜应该具备的角色定位 跟作为到底在做些什么 我先介绍一下我 我叫吴姨姨 我做咖啡应该有人知道 我对咖啡有像不像的感觉 我感觉我们每个人 会去重视运好一个行业也好 感觉也好 弄成了 有一个缘分 对不对 有一个因缘 我在两千年 两千年 现在是一句了 十九年前 两千年的时候 就是我回家 如果沒有幾年發電出來的 整個交通很不容易 還是空氣污染很嚴重 所以我以前有一個想法 住在住室的孩子都冷眠 鼻腔會過敏 會過敏 為什麼會過敏 住在住室會過敏 住室會過敏 有很多人說 我在台灣會過敏 在住室會比較乾淨的國家 他的過敏就好 原來我們的空氣污染就是 最多的就是 水空氣污染就是車的煙 車的煙是汽油 出來的都叫化學的東西 叫簽共隔 簽共隔會破壞聯盟組織 所以孩子如果小了 你給出門 你要去住室 一年我給出門 如果出門的時候 要去住口罩 如果樓盤比較大 他的聯盟組織搜索 就會開始營集過 在當時的車每一天都要洗 你停在路邊一定要洗 為什麼 你停一天的油煙就卡住了 我回家幫 回家 我減少行經過 Instead,我去洗車 用白不來洗車 為什麼 我的車在走 一邊 雖然我卡在灰塵 都加一途 補補都乾乾淨 都不會油煙 不油 所以我對這些爭害感到 自然的操作 我就記得我很喜歡下廁 我小時候 你們很多人跟我一樣 我是炒兆的 我炒兆的都炒兩次 最好炒兆 我的休息的時候 我看到天空 藍色可以多不夠漂亮 你們知道 你們有經驗 你們知道我每一天在山頂 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早晨 在時下的陽光是不金色的 這裡有鎖兆的 鎖兆的 三月而已 我媽媽以前鎖兆的 鎖兆的鎖兆 現在又可能 又可能 因為你們在堂市的陽光 在時下開始灰色的 因為空氣 汙染什麼酒來 黃金色 黃金色就落去 變成灰色的 都市從林 對 看來這個 其實就讓我們 整個台灣的環境 我自小孩 在鎖上大陰 在山頂大陰 都很少 那種很漂亮很美麗的環境 尤其我們在山頂的 那種綠色的 黑色的 黑色的 很漂亮 那就是我一個很小的感覺 所以 也因為這樣子 在我長大的過程 我開始會發覺 哇 這個黑色 黃金色 現在 黑色的 黑色的 各位你們都不知道 冬水豪 你們知道嗎 知道嗎 你們在過去幾年前 差不多 四十二千而已 有了 三十幾年前 四十幾年前 他們把水豪比都叫垃圾廠 有沒有 有沒有 都躲在那個 房間那邊 垃圾廠 整個鐵鐵 都在垃圾水 都在垃圾水 所以我自小孩 我對這個 都市的觀念 非常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那當然 我到鄉下就覺得很美 我自然會愛上 最外土地 原來是十歲的國庭 這是我 為什麼今天會在他民政府 為什麼會那麼堅持 這些都沒有管的 都沒有管的 好了 那不能把我這個部分 介紹了太多 我來介紹 介紹不完美 我是做咖啡 我咖啡是一流的 為什麼一流的 我都好拍到好的咖啡 好到什麼程度 我現在不是你買 你不用咖啡 你知道我把我的咖啡 我這支咖啡 我叫什麼叫龍咸香 我聽嗎 龍咸香 知道龍咸香的叫什麼 都不知道 我以前看到那個 一小孩在海邊 叫了一個路 一個龍咸香 他的隔壁 黃金還有隔壁 他叫什麼 叫海鴨 鯨魚 鯨魚 鯨魚不知道 黃金還餵 所以我做咖啡的時候 我這個咖啡這麼好 我要給你鯨魚 我就說龍咸香 偷偷告訴你 你知道嗎 那龍咸香你起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 有的意見你聽到嗎 意見 意見沒有 我告訴你 說是給你皮膚一下 給你皮膚一下 給你皮膚一下 給你英文笑良 叫做婆娑曼妙 你會解釋 你比較年輕會解釋嗎 婆娑曼妙 婆娑曼妙就是 那種感覺 喝在嘴巴的時候 在嘴巴裡面跳舞 咖啡在嘴巴裡面跳舞 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喝下去會說 讚 就是這樣子 好啦 這個不能講太多 來 我們今天講 好 來 好 好啦 我們今天要講的 今天是高級班 恭喜各位 各位都是政府官 政府官基本上來講 為什麼 因為 我們今天在旁邊政府 當然就是政治嘛 對不對 那麼在全世界 每一個國家裡面 都有政治嘛 但是 我以前講 政治是什麼 政治就是重人的事 啊 政治就是管理 管理重人的事叫做政治 齁 你知道嗎 齁 全世界 每一個國家都沒有政治 都沒有政治 啊政治就是兩種 一個叫做管理者 齁 管理者 啊一個叫做事務 事務就是事務官 齁 政府官 啊事務官 一般來說齁 為什麼 我們知道事務官都會有客人 齁 齁 齁 都會有客人 齁 政府官 好像不及有客人 政府官是由政黨 去參加競選 啊現在這個政黨也會選到的 齁 啊他們的七組人 政府官 政府官 他們那一組黨 那一組人 都會 齁 他要做什麼 他要做 高級的幹部 作為管理者 政治的管理者 譬如說 現在美國 美國 什麼人選到 川普 川普 齁 啊但是現在 因為現在的 政治是避嫌啦 盡量 不要用自己 會害怕他 齁 齁 還是說自己的 派害 齁 齁 這是一般來說 但是也不一定 齁 齁 齁 那麼這個不管 換句話說 政府官 他賣的人 就是你的人 你那種人 啊所以我們說 政府官 本來就是組織 就是 政黨嘛 啊政黨 那一組人 齁 你現在 我們假設在美國 共和黨 啊共和黨 選條 齁 川普選條 川普共和黨 啊他用的啦 你說齁 有的政務官 幾乎百分之九十九 連九 都是 共和黨的啦 政府官 那麼 事務官的 就不一定了 事務官 一般來講 不能強 不能強調你的政黨 齁 不能你有政黨的色彩 齁 齁 政府官呢 就是你那種 那種種就是你自己的人 所以 基本上來說呢 政府官就是 這種自己的人 齁 啊 啊 他所派對的都是自己的人 都是一樣是黨的啦 齁 政府官 那麼各位 我們來做台灣民主委 各位未來都是政務官 啊各位都做政務官 你實在是黨的 齁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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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 當然是要去 不管你共和黨也好 民主黨也好 台灣民主委 共和黨 台灣民主委 會這個民主黨 通通都是台灣民政府的政務官 這類的 跟這個 像美國特務官 美國特務官 齁 因為我們台灣民主委 在台灣 我們是一個 啊 我們過體路 叫做 叫做什麼 革命先行者 過體路 我們這樣說 但是我們現在 改做 快 快樂 華麗 變革 快樂華麗 變革 為什麼我要說革命 對 感覺就不好 感覺就不好 所以這個 你知道是不是 誰跟我們講的嗎 美國跟我們講的 美國 我們不要用革命 所以我們現在 都不是說革命 但事實上 政黨的輪替 也不能用革命 政黨輪替就是競爭嘛 所以用革命 反正不太對 也不太對 所以後來我們現在 基本上 我們都比較不用革命 問題來了 如果今天台灣民政委要執政 也因為要經歷過 類似等同 類似等同 一定要非常的激烈 非常激烈 好 因為我們就是台灣民政的政務官 那麼事務官 就是 經過考試以後 被 制度裡面 被任用 逐步晉升的官員 叫做事務官 在這各位 未來裡面都是政務官 OK 你看一下 川湖 旁邊這邊幾乎都是他的政務官 事務官不會站在這裡 因為這就是他的團隊 像這位是誰 培恩斯 這些 可能 可能認識一下都很容易日誓 如果沒有去日誓他 我知道可能是 那麼就是他們 政務官團隊 OK 好 這個呢 也是政務官團隊 那麼這些都不是事務官 不會說 事務官有沒有可能 進升成政務官 有可能 但是不太容易 因為一個事務官 要進升成政務官 要動 經過他們黨的 整個的 流程 考試也好 那個 考核也好 然後逐步上來 就變成政務官 那麼政務官跟事務官 有個差別在哪裡 事務官 沒有就有 這個團隊 這個政黨呢 一旦選出 要下去 下去 所有的政務官 都要全部下 那後來 就要進到事務官 所以有些人 他願意擔任事務官就好 他不願意 擔任所謂的政務官 來看 這個都是他的 政務官團隊 今天 教育市面提一下 他是政務官 他是議員 他是議員 所以 要了解 議員 如果可以成為政務官 當然 有可能 看政務官 他們的黨 是怎麼樣 來運作 OK 好 所以 今天你是政務官 未來你要領導的事務官 你要領導事務官 才是要去 不可以完全都是用 直接 非常嚴厲的命運 你要把你的政務做好 你要把你的事務官怎麼樣 欸 能夠裝備 如果你能夠 跟你的事務官很融合的話 表示你的政務 會做得比較好 那麼 政務官 是一個 領導 領導階層 事務官呢 他是一個 針對事務 去 去執行事務 執行事務 執行誰的事務 在座各位 未來你是政務官 你所任命的事務 由事務官來執行 這是我們一般的政治的管理 好 再來我們台灣的政府呢 一樣 在全球的這個政務官都一樣 政府官本身 你就是領導階層對不對 領導階層你要知道變化 知道市場的變化 對不對 他才不是說市場 他才知道民間有變化 因為我做生意做關係 叫市場 民間 政敵 就是跟人民 所以政府官 一定要怎麼樣 對於整個 整個政府所管理下的 整個社會的 基層有關政治事務 民間事務呢 政府官都要很敏感 很敏感 所以政府官呢 要學習怎麼樣 每天要閱讀怎麼樣 中央官網 中央官網 資金的公布 因為你不可能去 對整個社會完全了解 那在中央的官網裡面 你要特別的詳細去瞭解 來 未來因為我們 未來都有你的職務 所以你要檢視 在周辦個人職務的平台 所以就是說你每天回來 各位如果你上完高級班 那我們這邊要過五官對不對 對 還有法理點招 再來就叫什麼 法理點招 主務點招 再來 主權訓練 這經過這就是政府官 那麼 當你上完高級班之後 今天是高級班對不對 你再經過那三個官 你就是怎麼樣 願意成為台灣民政府政府官 因為我們有一個叫做法理點招 就是 你認同台灣民政府理所 台灣民政府這個法理 你都認同 所以你願意來點招 上完處理來考一班 好 再來 你願意成為 這個我們的一個 政府官 所以你要有職務 職務點招 因為政府你要 淺淺剩下的 再來 你要怎麼樣 職權訓練 過這五官之後 你就是我們的一個 政府官 政府官 政府官你就會有你的平台 再來 閱讀相關 政府相關的媒體 這個就很重要 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要閱讀 政府相關的媒體 因為你是管理者 政府官都是管理者 所以對於 這個 政府相關的媒體 包括刊物 平面的也好 這個所謂的 立體也好 通通要去設立也好 所以政府官 這個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 譬如說以我個人來講 這個都離不開 尤其 尤其台灣民眾 在現在這個階段 我們叫做 即將執政 便宜執政 就是說 幾乎我每天都怎麼樣 都上網 看到一大堆 發明完 但是 還是要對於整個 世界的虛勢 還是要重複地去掌握 不是跟台灣的 包括歐洲 包括這個 美洲 中南美洲 非洲 都有可能你要去掌握 OK 來 看一下 好 那麼 剛才講到你要看我們的官網 官網 那麼官網這邊 從這邊點進去 裡面我們有所有的活動 什麼樣的都很多 那這邊我就不再入宿 各位回去 你就可以把台灣民政府 那麼進去看的時候 一定要記錄要我們的官網 因為網路是怎麼樣 網路 他沒有限制說 你不能 就是 你要看到官網 才能看到台灣民政府 真正的資訊 你有很多的是在攻擊 或者說 惡意批評的 惡意批評的 有可能怎麼樣 也有看到 你不要看到台灣民政府 就把它點進去 你要看到我們的官網進去 叫實際上的 真正的資訊 OK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說 我們要掌握整個趨勢 我今天呢 特別就這個部分 基本上 這個都是我們的 所謂媒體新聞 我幾乎每個禮拜 我都會變動 這個是上禮拜 那我就順便 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介紹 我們來看這個 我剛剛講到 我們要知道 要掌握趨勢 那麼掌握趨勢裡面 有什麼也講川普 因為川普 他 他的力量 激移全球 影響全球 而且最重要 如果咧 他要來幫助台灣 幫助台灣 讓台灣有國際地位正常化 依照川普的幸福 他絕對可以做到 絕對可以做到 絕對可以做到 所以咧 我要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麼他上了兩年 政績 給他有好多項 我只是秀其中一個 叫國家安全編 這是要怎麼看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 再足以的解釋 大概讓你了解一下 他的政策 他的政績 譬如說 他摧毀了伊斯蘭國 這個ISIS IS 我為什麼要秀這個給大家看 如果今天不是川普 搞不好到現在 ISIS還是很壯大 搞不好啦 為什麼川普 特別要介紹 因為 他一上任 他就是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絕對不論讓這些 這些所謂的 對於恐怖組織 這個都是危害事件 沒有公平沒有正義的 對不對 我們知道ISIS 一當時都開始的時候 很恐怖嗎 都長頭 哇 實在有恐怖 那麼川普呢 他是主張公平正義 所以他一定會處理 那麼在他 上任短短的一連的時間 就幾乎把他結束了 這個是川普的政績 後來 他升起他的核武 因為過去的種種原因 讓他的核武的部分 當然我們不是鼓勵核武 但是呢 為什麼他要去讓他核武升起 因為他 美國他們當然 在核武的部分呢 他在全球的議題裡面呢 他是限制 但是 反正反正反正 反正就他在 結果其他的敵對國家呢 並沒有辦法限制 所以他們敵對的國家呢 他就怎麼樣 核武越來越強大 就這樣拚 對不對 所以反正反正反正 是怎麼樣 他要怎麼樣 讓他升起 這樣才能夠壓制其他的敵對國家 OK 好 這退出中城的核輝蛋 這個就是 都是他們一部分的 好 這個部分你們要看到 允許金融迴應 因為網路戰 最近跟日本 他們都已經 承認 等同是 把 所謂的網路的 網路的戰爭 是否戰爭 現在美國已經 跟日本都已經在 做這方面的部分 這個最近 最近都有 每日都有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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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一張 這個報索是 我看到 這個很重要 因為好像以前都是 被水弄髒 我還是給他拍到下來 簡單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 是要讓他看這邊 美國人民希望 我們的國家 美國人 美國人民 他們本來就希望 我們的國家 成為世界上 各方面的 領導者 包括網路空間 該戰略主在 確保美國網路安全 墨西哥 邊境 這個是 墨西哥邊境 這個圖 這是墨西哥邊境的報索 OK 來 我們來看 這是伊朗的核協議 這是川普 他都去做到 川普在執行 那麼我這個意思是 要讓他了解 今天川普他就是有破例 所以他有沒有做這些事情 如果沒有破例的話 或許到今天 還是沒有破例 不 所以就這個意思 給大家了解 川普他協力是一個說得到 做得到的人 那我對川普 特別的了解 為什麼 因為我接觸 或者說去思考到的時間 我特別的久 為什麼 因為才 從他在 進選 跟西拉雷進選的時候 我就注意到了 那個時候整個台灣 都是 感覺上 都是支持西拉雷 大家認為西拉雷可以當選 那個時候呢 川普 很明顯的 他的民調 比西拉雷 要低 要低 那麼有一次呢 就是 這個 這個媒體 攻擊 川普 攻擊了什麼 就是 所謂的 婦女的問題 就是說 川普過去 對你的不尊敬都怎麼樣 然後造成他的那個 新聞的負面 所以他整個怎樣 你看 民調不嚇到 那麼後來川普為什麼 他能夠勝選 哇 這個地方我有很深的感受 今天 下面可能看不到啦 所以我這邊講一下 就是那個時候 他本來在 那時候 那個整個民調不嚇到的時候 那個人有些人 跳出來 去 去 跟他講 鼓勵他 我絕對支持你 你絕對可以當選 就是他身邊的 空位 因為他的支持 因為空位他本身在 美國婦女界 是非常有名 他可以帶動很多的人 而且 媒體對川普的攻擊 是因為他對 所謂婦女的 一個 過去的一個歷史不好 還是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所以現在那個 空位呢 跳出來支持他 所以會幫川普 挽回很多的 這個所謂支持者 投票給他 所以呢 也因為這個空位 所以讓川普 當選 啊在這川普他 那整個過程 他的內心的世界 都感受 這個我很清楚 為什麼 因為川普他 對於美國國家 有提出一個怎麼樣 一個訴求 什麼訴求 美國 讓美國再次委託 讓美國再次委託 很簡單的嘛 你這個國家 實在說這個 你那個時候 你一定 走過往下 你要讓這個國家再次委託 你要做到一件事情 什麼事 全力以赴嘛 全力以赴要走 對的方向 還是走錯的 要走對的方向 啊對的就是什麼呢 當然你對美國的整個 整體 你的用心 一定要達到對的方向 啊我認為川普因為他有 對的方向 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看到一些事實 那這些事實 我認為 川普他一定可以怎麼樣 真正幫助到美國 啊 因為他要讓美國 再次委託 他要怎麼樣 所以川普非常地講究 公平正義 我不知道是出了法 還是如果從他整個性格來看 他就是非常的公平正義 然後呢 很重要 他有一句話 叫回歸上帝 你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有看到請棘手 啊你有看到嗎 我請你好卡位 到人家好卡位免費 一杯咖啡兩杯 真的 你有看到不簡單 因為為什麼 你知道嗎 為什麼他會講回歸上帝 不然你說多聽話 你知道嗎 他說什麼 他說你有看到嗎 他說你有看到嗎 那也是誰 那也是誰 那也是誰吃 我跟你說 因為有一次 有一個記者 就問川普 啊你對於 對於什麼 因為美國他們的 這個所謂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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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個什麼 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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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嚴重 啊 那有記者問他說 啊你對這個看的話 你知道川普怎麼說嗎 這個你要這樣做 因為我這樣講比較不好 因為可能 很多人都做了這個事情 但是他的意思說 這樣做 上帝會成功 所以表示出他的頭腦裡面 觀念裡面 一直都在尊重上帝 喔 這個意思 那既然他能夠回歸上帝 又能夠公平正義 所以他才能夠讓美國 再次偉大 我們再次歸 我們都可能一個家的家長 你要不要讓你的家 家庭未來變得很偉大 要 如果要的話一定要 也要做到什麼事 公平正義 你要怎麼樣 回歸上帝 喔 我認為川普做得到 既然川普的個性 他能夠公平正義 能夠回歸上帝 我們有很多他的做法 他的相往 我們可以信賴他 而且到目前 他不斷的在做 而且每一樣事情 都是所有公平正義 回歸上帝 而且都做得到 喔 各位可以回去 用這樣的觀念 去看看他的政績 喔 OK 好 加強邊界 這個安全 當然講 主要是 這個墨西哥 墨西哥的部分 還有移民的部分 還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移民 OK 好 因為這是上禮拜的 所以我今天大概只是秀 秀給大家看一下 那麼 因為對海關的執法 執法 舉個鬆綁 為什麼 因為以前他們怎麼樣 以前的政府 以前的美國政府 對於移民 海關 他們盡量放鬆 進來放鬆 那麼進來放鬆 就是怎麼樣 政府就去限制海關 限制海關 跟這個移民的部分 那麼現在呢 川普呢 他就是怎麼樣 希望 他們的海關的部分 儘量怎麼樣 不要去控制他 讓他們能夠自由去發揮 來保護美國 保護美國 這邊特別提到 川普的行政令 扭轉了歐巴馬時期的政策 歐巴馬在執政期間 大力的收縮 有沒有 這個安息 對於移民的執法力 力度 使得大力要揮發移民的 免疫被侵入出境 所以川普看到這個 我必須要保護美國 所以呢 我要他怎麼樣 讓他們移民期間 他們權力擴大 才能夠真正的 來 該限制 也要限制 這樣子 這是他的政策 邊境牆 就是有關 墨西哥這個部分 OK 好 那個剛剛講到 這個川普的部分 那也因為 因為川普 他在整個政策執行 對我們台灣的政府 對台灣的國際議會 有非常大的幫助 在去年 前年 前年整議會 所以 禮的時候呢 川普有一趟亞洲行 亞洲行 他在那個 那個雜誌 叫觀察家雜誌 我叫尹張苗 觀察家雜誌裡面 他就針對台灣的議題 他說我這次的亞洲行 我必須要包括台灣的議題 當然是我們知道 哪一次亞洲行裡面 他在他的 他的整個亞洲行的當中 或者回美國之後呢 都沒有提到台灣兩個字 問題 他要出門的心 都講到 這次亞洲行 一定會包括台灣的議題 但是整個過程 包括回去都沒有講到 為什麼 因為不容易處理 而且呢 以川普的個性 絕對會處理 只是不能講 我們的看法是這樣子 好 那麼台灣民政府呢 我們 這是最近的這個照片 這張照片 這是我們這張照片 只要是我們的 比較重要的執政團隊 那這一張在最近 在國際媒體會出現 在什麼媒體 跟大家講 最近是不是 Z ZEOS ZEOS最近要請辦 我現在還沒有看到 我不能講得那麼絕對 但是可能修改很高 這張圖片呢 會出現在ZEOS 這對ZEOS來講 也是第一次非常 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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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BANG 一個很大的一個 鋪陳出來 這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再來 我們最近呢 有一些動作開始 台灣民政府 力量越來越強 為什麼 這邊特別秀給大家看 這一張呢 就是 聯合 心如短 聯合報 他們的系列 結果呢 在 上個禮拜 我們有去 這個 唯一零事件 唯一零事件 大家了解一下 大家再見就好 那唯一零事件呢 我們台灣民政府 有到 桃園的 這個 那個 那個 法庭 但是這邊寫 台灣民政府 桃園 第一院集結宣 第一院集結宣 就是代表說 這個是台灣民政府 各位看一下沒有 這個旗子 是我們 我們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是應該是 軍事占領旗嘛 就這個 我們軍事占領旗 是這個 不是這個 所以這個呢 都不是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而且他們穿這個衣服 我們台灣民政府服裝 這是標準服裝 決定不會穿這樣子 所以呢 表示這個根本不是 台灣民政府 但是聯合 新的網 他就更載 台灣民政府在這邊 集結宣事 要收回台本行政管理權 那我們看了以後 我們當然是抗議 過去 我們可能 台灣人 讀到 這個所謂不平的 但是 沒辦法講出來 要跟誰講 沒有辦法講 那我們現在呢 慢慢衍生出一套 我們有辦法開始 背抗這些媒體 我們馬上那一天 至少花是一千通以上 針對 針對怎麼樣 媒體對台灣民政府不公平的報導 亂報導 這個不是台灣民政府 然後我們就整個就這樣鋪陳出去 網路也好 這個媒體也好 透過我們現在同心 我們大家都 很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媒體資訊的鋪陳的能力 所以那天我們就鋪陳很多出去 那麼 後來 我們就接到 所謂這個媒體 新的媒體 這邊沒有秀出來 就是這裡 來看一下 有沒有 聯絡新聞 那麼他們呢 主管呢 親自打電話來 跟我們道歉 你看看這個效率就出來了 那我們未來可能都會繼續 運用這樣的一個 一個能力 讓這些媒體 以後不敢囂張的來 胡亂的 這個所謂假新聞 來批判台灣民政府 那這個也是 這個是剛好這邊 有一個空格 然後我們就把它秀在這裡 聯合新華製造假新聞 這件假新聞 這個大連報道 不實報道 不是台灣民政府 本人今天早上正好在現場 聯合新華這邊就講 台灣民政府 台灣議員集結宣誌 然後呢 晚上要更正過來 那所以 未來這方面呢 我們會做得很好 我相信未來的 一些 過去 他們就是 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他們也會喜歡批判台灣民政府 這些媒體 未來我相信他們 比較不敢這樣做 這個是剛好 媒體的部分秀給大家了解 好 那麼這個是在 一看就知道 就是 大概在MV 這是白宮 白宮裡面 今天 那麼 剛好 他們 這邊有提到 就把它翻譯過來 特朗普總統今天 在白宮主持了 高階軍事領導人 進行簡報 安安安 那我們正在 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正在重建 我們的軍隊 這是 因為我們會秀這個 基本上 就是跟現在亞太有關係 那麼亞太當然跟台灣有關係 所以這個是媒體 了解一下 川普他很積極的在做這些事情 OK 好 這個當然也是最近 這是上禮拜 秀出來的 澳洲 開始禁止使用 華為的普及機制 那麼 不只讓中國 在世界貿易組織 總提出抗議 那麼也讓澳洲 當地的中國企業表述 已經做 全面撤離了一個準備 好 這個是媒體的部分 好 好 那麼這個是上禮拜秀 這個所謂 目諾報告 先文位 幫我再次確認 川普的簽牌 你看川普一關又一關 都是怎麼樣 不斷的凸顯出來 那麼這個 對川普來講很重要的 因為 過去 就是說川普 他有通俄門 那麼 我那個時候 就發現川普這個 奇怪那個時候 怎麼在批判他的時候 他固然很生氣 但是他倒沒有怎麼樣 就是 他只是說 他在他推特 在他推特假 所以這些媒體都胡亂 胡亂 報告 那麼他倒沒有很 很全力的去怎麼對抗 或者說去 去 造假 來訴說他沒有去通俄 沒有 川普就只好 就是默默的 那麼透過這些 他們的整個報告 現在已經出來了 川普呢 是清白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對川普來講 有非常大的鼓舞作用 對川普的鼓舞作用 這些公平正義的鼓舞作用 越大 就表示怎麼樣 他越快越能過來執行 有關台灣的 國際地位的問題 這是相關聯的 來 這個 4月18號 早上 那麼 美國的司法部 部長 威廉 威廉 巴爾 那麼召開的新華部會 說明通俄門調查報告 相關事項 那麼 承認 承認川普是清白的 好 那麼川普最近 有一趟日本行 這個也是很重要 新日航登記後 首位國賓 那麼川普會下行 將廣日 那麼這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 上次在亞洲行 的時候 他就說 他的亞洲行 要包含台灣議題 那麼這一次 他又是亞洲行 而且很重要的 在上一回 一年前 到現在 整個 整個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知道 美國現在對台灣 國際地位正常化 他就所應用的叫做 叫做什麼政策 謀虎 謀虎政策 對 那麼 經過這一年的 整個準備 我們在海外地方 都看得很清楚 川普他不斷的在進行 不斷的在進行 那我相信這一次 他去 啊 去仿日 仿日 應該都會包含 有關台灣的 啊 包含台灣的議題 哇 這個是一個 美國人也過大 這個領帶 就這麼長 啊 OK 好 那麼 美國開始處理 有關中共方面的 那麼 做中共代理人 國航前經理 林英 在紐約認罪 那麼這個部分 也是 川普他積極的在進行當中 積極的在進行 啊 就不只是對中 中美貿易戰 還包括整個 政治方面 不斷的在進行 那麼這是其中一部分 對 好 川普來對華政策來獲戰 啊 啊 扭傳了美國70年來 外交的事物 這個不簡單 不簡單 好 那麼這個是最新的 有沒有 4月17號 來中國經濟提升 啊 靠全社會 扣切 啊 美聯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 說重話 這個都是怎麼樣 川普開始在執行一些 重要政策 他執行重要政策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樣 透過一些幹部來 開始放話 包括彭斯也好 包括那個 蓬佩也好 他們都開始放話 而且他們講話 就非常重要 蓬佩老公為 啊 還是騙死老公為 啊 或者是這些 啊這個 這些黨自備 只要公為 鄧彤都隨便 幫助 啊 鄧彤是代 幫助川普來做政策 先打 先 啊這個政策 政策先打 好 那麼剛才那一篇呢 他這邊報了 就組織了 齁 那麼雷就是這位 齁 呃 呃 局長 雷 這雷什麼啊 這邊 就是這樣子 齁 粉火 是嗎 啊 雷粉火 沒有啊 沒有啊 齁 好了 他叫雷就對了 好 好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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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美國過往的低估了中國的威脅 沒有反其加入世貿主持的神諾 那麼 那麼這個粉 他給他看的是 他整個是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 那麼 這個雷他出來放話 也就是說他們另外一波 啊 在開始在運作了 齁 好 啊這個粉 一看就很清楚了齁 這是什麼地圖 台灣地圖 啊這些呢 穿著金服的齁 所以等從現在開始怎麼樣 在 對台灣的整個 一個研究 齁 軍事上的一個研究 齁 齁 成立隊看得很清楚 齁 這個是 為什麼看不到這張 紙片 為什麼 這是強調的 一般來講是看不到的 但是美國他有個習慣 當他開始在執行這個政策的時候 美國在執行政策後 一件人做到的什麼 比我們一般所能認知的 還要細密 還要細微 還要小心 欸 這一張 我就想到 在兩年前 三年前 我在台灣的政策 那時候我已經很努力在 在 這個 整個在協助運作齁 那個時候呢 我看到一件 有一個事情 有一個事情 我到現在記憶還是很深 就是 在兩三年前 竟然 美國 他們的美軍 有在台灣的 一家飯店裡面 辦party 兩三年前 啊 我們現在講 最近有聽到 那個AIT有承認 美軍在什麼時候就進駐台灣了 有沒有 那時候就慶祝 那我在兩三年前 我看到 為什麼會在 那個 福華飯店辦party 或者穿著軍服 到2015年就進來了嘛 啊他們為什麼會在那個福華飯店辦那個酒會 慶祝酒會 為什麼 因為他每一次的這個活動 都有他的意義 有帶回憶 就表示說 他們在台灣 他們的布局 已經有哪一個部分完成了 他做好了 做得當然要你勉強一下 勉強一下 那一張圖片 就把它修好出來 從哪裡出來 我不知道他的來源 但是那個有關 川普政府的 絕對不會由他們的政府來公布 但是他們會透過其他一款 他到那邊修出來 這是那個時候 然後在那個時候呢 我看到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 有一個美國的 應該是官員 跟馬英九在哪裡 在那裡做所謂的裝備裡面 結果馬英九呢 就是所謂的政經為咒 做得好好好 兩個手放得好好 結果那個老外 穿球型 那他的坐姿就是這樣子 一個人齁 有沒有 他就這樣 這樣跟馬英九講 馬英九比較乖乖 為什麼 你告訴我 我們的政治要敏感度 想要馬英九 乖乖乖乖 想要美國老外穿著球鞋 坐姿呢 就是這樣 我告訴你好不好 這是美國他們 而且那一張 絕對不可能 從中華民國的媒體 曝露出來 賣的照片 像管理黨籍 流行黨籍 不可憐 那到底會從哪裡出來 他是從美國 台灣的某一些部門中 秀出來 秀出來做什麼 沒有台灣人看的 要給台灣人看的 當然台灣人 美國人可能不懂 台灣人根本看不懂 就跟這個一樣 這張秀出來 是最近的事情 為什麼要這樣秀出來 當然就是要給人家看 不予把台灣這邊 標得這麼輕鬆 這個我想呢 最近 有聽說 美軍 他準備了一萬個以上的兵力 準備進駐哪裡 進駐所謂的亞海地區 那這些地區都是小島 哪能夠住 住也有人 也有人多多 應該是與台灣 台灣有關係的 好 華為擁有 走是誰 這個部分 很清楚 我們現在都看得出來 但是他們要拿到 政績不容易 但是我們從整個邏輯的判斷 華為就是中國的政府所操控 為什麼 這邊好像有秀印章 來看一下這邊有寫道 不是 那這邊沒有看到 看一下 不好意思 那一張我沒有秀出來 他裡面的手 談到我就是華為那個董事長 叫什麼名字 那任正維 他說他擁有華為的幾% 股錢的幾% 一% 董事長只有1%的股錢 99%是誰 他是一個協會 一個會 一個會 不知道什麼會 那個會是由政府來控制 所以基本上來看 華為就是中國政府 所以這個很清楚 OK 好 這是另外一篇 應該是一批 這篇 這裡 這裡 那因為我特別把它秀出來 這廖先生 他住在澳洲 我常常看到他幾乎每天都鋪了很多的紋 那麼他非常關心有關台灣的政治 那這邊有講到什麼 何謂澳洲聯軍事 那誰聽我懂 他說 美艦跟華特 華特迪爾號 武器艦 的海峽巡訪 是履行法定的佔領義務 軍事統賽權的貫徹 這就是美國於2019 194月3日 宣佈美軍 已經不是 已在不是美國的領土 台灣自軍 這個時候宣誓 簡單的說 美國確實佔領著台灣 那現在的國軍是怎麼角色 日本都能量稱自衛隊 日本 你知道他講這個意思是怎麼樣 日本都只能稱自衛隊 那麼在台灣竟然稱國軍 這根本是不對的 這不對了 來 為何在台灣會吃美國軍 都一直來自的謎 好 那麼這一張裡面 他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地方他講到 這個所謂的角色 是什麼樣的角色 因為他看到 他看到哪一篇 他就是看到這篇 好看到這邊 紀實新聞 他就是剛才那個軍艦 華特第二號 補給艦 那麼曾在 今年的一、二次照通過台灣海峽 當時海軍 聯合艦隊作戰中心 的一名上校主任 在叛逢勤師的時候呢 堅持只有一艘美艦 那麼未將石請回報 最後被高層查出 這是他個人的因素所造成的 個人因素就是剛才那位廖先生 他所說什麼叫個人因素 那麼海軍司令呢 黃曙光對此馬上將該名上校主任 跟調離限時同時層處相關事實人員 這就是 上面這篇 就這篇 角色啦 有說什麼呢 誤判 而且不修正 海軍上有照罰官啦 就這篇 這個是 整個媒體 那麼這篇我也覺得很重要的 為什麼 黃曹社 那為什麼特別在這邊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前天立委的黃曹社 這個顏寬平等16人提案 這麼多人提案 這些立委的提案做什麼 希望開放中國 身心私人者 申請再來定期 但此案一出呢 被各界罵完 那麼進入的最新的消息 黃曹社呢 收回提案 並未提案喊圓 來 這個提案是什麼 他說健保是老爸 那麼立委提案呢 開放什麼 中國身心私人者 申請在台定期 那就等於把台灣 開放給 中國 開放給中國 那些所謂的 身心私人者 來台灣定期 那台灣人 來給他試 這個非常的不合理 那麼為什麼 黃曹社會 他會對這些人來做的事情 因為他們極力 立處 趕快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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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對我們來講 也是非常的不公平 因為台灣跟中國 本來就怎麼樣 在政治上 在主權上呢 就完全不同 那當然我們就很多人 對這個 就提出的 所謂的罵罵 所以他們就趕快收回了 這是最近的這個新聞 秀才給大家看 OK 好 那再來我 我必須要特別來講的一部分 這個地方 我認為很重要 現在台灣民政府 現在外國的媒體 已經開始大量對台灣民政府報道 從五一零事件 從整個過往 台灣民政府追求是什麼 那麼呢 台灣民政府在過去 去年的五一零事件 我們所遭受到的 迫害 所有的政治迫害 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 現在 媒體 國安媒體 開始大量的 為台灣民政府報道 剛好這篇是這兩天才出來 那我們就把它秀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就是台灣民政府 不是你們所認為的 南核政府 那麼到底怎麼樣呢 這個是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在MV嘛 好 那我們就把它秀出來 給大家看 因為都是英文的 那麼我會讓它快速了解 那我就把它這一篇 練給大家 讓一個外國的媒體 開始來報導台民政府 讓大家了解 那麼創始人 這是我們羅教練 這是我們的秘書長 他是一個神秘 而且富有命運的領導者 那麼他員工管理 以落建的等待中的政府 就是台灣民政府 那麼 令就是我們的秘書長 和其他人 政府面臨了政治詐欺的指控 因涉嫌與虛假說法 欺騙團體成員 特別是官吟TC深圳 所以欺騙團體聲明 到現在 幾乎我們所有台灣民 政府沒有任何人 沒有任何人 認為是被欺騙 而且都是聲明 我們都是自願的 因為我們是為了整個台灣 我們要用華聯救台灣 所有我們都相信 我們律師長所講 絕對他不是在欺騙團體 就這樣 好來 熱鬧的親美 因為我現在就沒辦法 不必再把英語修出來 所以把環境修出來就好 來 熱鬧的親美團體 在美國辦公室裡 都有 這個川普的 這個肖像 那麼成年 揮舞著美國的國旗 我們都有 揮舞美國國旗 因為現在是美國佔領中 那麼就像7月4號一樣 那些說英語的人 連連不休的談論 19萬年的就職人評價 來喔 千萬不要搞錯 這些人都是革命者 他幫我們講 我們是革命者 幸運的是 TCD呢 主事尋求和平的革命 因為我們不是用鼓勵 不過呢 這是一場 他所尋求的革命 TCD希望從台灣 擊隊也往的中華民國 好 但接下來 台灣民主黨 在很大的城市上 被台獨運動手避開 被新聞媒體 手複視 不是複視 他是故意 刻意的抗索 那麼並是 中華民國警察 單位的監視 常見的五日市 TCD是一個邪教 他市府他最精華 成年是精神上有缺陷的 光臨都精神上有缺陷的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我保證有沒有 那麼或者政府上呢 天真 那麼少有這些回報 他不是都是錯誤的 這是外國媒體 這個記者幫我們報導 來 再來 那麼 世道TCD成年喜愛的 羅教練 我的民主黨 那麼和其他的自同道合的 社會運動參與者 有一長串破碎的關係 他們總是為了錢而離開 有沒有人離開 他們還是有 到目前 很多嗎 非常少 少之又少 那我們後來整個去判斷 這些離開的人 他們為什麼要離開 我在那邊 我摸著良心來講 因為這在國海都認識 他們從來沒有要 為台灣的使命來努力 偶爾是進來的時候 都是考量他們的利益 考量的利益 有些人進來說 他們認識指正 我要來判官 有些人認為說 我們有一個政策 未來我們的所謂公平案 我們會怎麼樣 1比1 所以1比1就是一塊 現在你會市場幣 未來我們會給你 一塊的正台幣 叫做1比1 那麼正台幣 未來正台幣 它的價值有多少 就看當時以後的價值 當然一定會比現在要後兩多 OK 好 所以這些人 他們在利益 拿不到利益的情況下 就離開 就離開 但是很重要 這個部分我剛才會講一下 毫無疑問的 這些 之前 朋友的一些人 也許更多 他們是涉嫌 財務違法 遙遠的根源 反過來 中華民國檢察官 抓住了心懷不軌的低吸成人 就是那些未利益的人 進來這些人 和所有 所有者的投資 企圖製造詐欺案 那麼現在 郭協議 他主控 為了經營 複雜 騙局的犯罪策劃者 在這一期 大的主控是一個巧妙的方式 來消除日益嚴重的政治威脅 這看好 日益嚴重的政治威脅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我很清楚 清楚什麼 我們是5104天 5月10號那一天 為什麼我知道那一天 偷偷告訴你們 因為那些剛好的生物 我很清楚 就510 結果那一天 為什麼這邊講 日益嚴重的政治威脅 各位知道嗎 因為我們5月19號 要赴美國 跟美國的商業部長 Loss 跟他開會 所以在台灣的 凹席一看不得了了 這下如果我們現在開會 整個被媒體曝光 他們準備就要鎖起來了 所以他們在不得了的情況下 用蹊跷這裡 說我們律師黨呢 他是有詐騙 起錢 那一天呢 510那一天 就在9天 就要 這個所謂在美國的落實 我們要跟他們會面 但是在5月10號那一天 他們就發動 發動來處理 所以510事件 這是那個過程 來 擾亂了 華盛頓傳統記錄 這邊也提到 我們要跟他開會 以TCE代表的內閣起會議 而且並將會就連人 彈簧建進了五個月 被指控說成詐騙行動的不利宣傳 這很高 台灣的媒體每一家 每一家都在這樣講 所以台灣媒體就是詐騙集團 重點來了 那個時候呢 我們律師黨有被判決 有罪嗎 還沒有 他只是在所謂的 檢察官的一個狀態 那麼在台灣 他們常常講一句話 就是檢察不公開 現在檢察不公開 為什麼在當天 每一家媒體的 所得到的宣讀一樣 我要告訴各位 包括連在美國的媒體 都有跟台灣的媒體一樣的 而且都在同一天就登出來 表示他們已經準備很久 準備一級的集團 台灣人政府 結果沒有想到台灣人政府 經過這麼長久的信念 結果華麗的這樣的堅持 所以不但沒有被集團 而且我們來更團結更合作 這是讓台灣人 這個是沒有辦法去做到的事情 好 今天有各位都說 被指控收成詐騙 行動鼓勵聲團 也損在這個團體 我們的信力 有沒有受影響 有 台灣人民不懂 這個媒體一報導 都會說 你看台灣民政府 被抓了 就是這樣 好 那麼無論這個人 關於你們來說 他是無辜的 他絕對沒有 從任何虛强層數的人那裡 拿走任何錢 都沒有 就是那些所謂的 離開那些人 絕對沒有 這個可以有證據的 我們翻譯他這個 好好的來調查 那麼一直到目前 聽說了 聽說都找不到有任何證據了 來 高雄銀要求檢察官 實施證據 實施證據 並打電話給證人 以便很多他們 在這種情況下 無罪推定 那麼這種無老的標準 無辜的 無辜的 直到被證明有罪 是我的意思 這個意思 大家看 好 好 那麼邪教的無辜 就是對台灣人這種無辜 顯然是 源自於該官體的 黑色西裝飾 就是我們這個 什麼邪教的關係 他TCD的 這個所謂的臉章 好 那麼TCD整齊發育的不華 一致的遊行 也給了一個被襲老的幹部 跟誰努化交令的 行軍命令的願情 南華的TCD完全不像邪教 這個群體更像一個具有政治 是藝成的民族塑膠的俱樂部 TCD相信並實踐 宗教寬老 尊重成員的不同信仰的體系 那麼當被問及黑色西裝的時候 Julian就是我們的婦人 他說 這讓每一個人都很容易知道 穿什麼 因為服裝比較容易整齊 所以 無論在哪裡看到 台灣人這種穿的服裝 都是很整齊 那麼黑色西裝也屬成員 最容易組裝的制服 因為黑色是常見的服裝 顏色 該團體成員共同分享的制服 灌輸了平等主義觀念 允許婦人和窮人 並肩並肩的共同前進 共同展望台灣的未來 好 差不多最後了 來 台灣民政府的成員 是政治上的天真 還是認知上的缺陷 不過雙明 不明白他們已經被封閉了嗎 愚蠢的 輕易的辱罵 怪事的笑聲 不能成功的毀謀TCE的忠誠者 沒辦法來 這個毀謀 這個 TCE的忠誠者 那麼 現時分敬的群體 成員 來自廣安的人口 並以政治利益出現 體辦關於 條約用語 歷史和政治學的 中文課程 就像我今天知道的 來 是會員資格的要求 TCE總部的 宿售 設施Corona 500人 能夠討論國境條約 微妙的細節的人 通常不被 不被視為精神障礙 也就是說我們 沒有精神障礙 這是我們那個 Mike先生 他幫我們寫的 那麼 五日並沒有成功 五日台灣民政府 絕對沒有成功 政府我們很快的 看到了那樣 檢察官們 已經圍繞著 虛假的 受害者的帳戶 建立了一個 案件 我們還將了解 檢察官操縱媒體的情況 和 生動性 心如大 而誤採 採取後悉的行動 這是把他翻譯過來 比較容易看的 來 到你 5月10號 指引事件 我叫 我叫 朱元韻 逮捕使得 TCE在華盛頓全力 門廳的進展 脫圍 然後 逮捕並沒有 中斷TCE的精神 相反的 該組在美國做 都有相當結構的小組 能夠推進 培訓和交易 儘管佩服 新分子 仍然不斷的實現 我就說 該團體 因逮捕而團結了 瞭解台灣的戰鬥 正在進行中 最後一段 儘管有詐欺指控 TCE遊行隊伍遊行 在每次開庭大規模實現 並捐錢以保持行動的進行 目前第一領導人 關注的是 影響美國和日本的最佳方式 結束戰略上的謀武 為台灣的未來做一些戰略上的啟動 台灣民政務呢 將留在這裡 無謂消失 這個就是 美國的媒體 一個扎美納 它之前擔任在一個扎美納雜誌 那麼現在 在美國報到的 不只是一個扎美納雜誌 還有 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 還有那個 華盛頓的 華盛頓 UFO 都有在報導 所以 它這個報導是連續性的 至少要報導 到30天以上 然後 那台灣民政府能夠在國際呢 擁有這麼大的一個 一個報導 我想對台灣民政府的生命 對於美國的政治界的對臺灣民政府重視 以及他們現在在無情所謂的吳鳳敬禮當中 我相信會起很大的一個效用 我們希望這個日子 臺灣民政府執政的日子趕快到來 所以我們最近所謂臺灣民政府非常地積極 在做所有人員的部件 做所有遠足政府的兵力 現在會非常地積極 好那我們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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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 我們正好 campe 我姐做一隻 等一下 不是 有錢什麽,只是滿 Ramen 不是 不是 自由三川 有 剛才剛才是正式的 有時候 有時候 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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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抽 你如果說 這咖啡有好幾個 有嗎? 這樣 那咖啡就對了 這咖啡就對了 那咖啡就對了 你最好 一隻咖啡就對了 尖啡就對了 咖啡就對了 好 好 加油 好 好好 我修理 有時候怎麼講 只要咖啡 比咖啡可以 小技 當時還可以拿來 一位一位 台北人家有8號 8幾倍 我生日 因為那一口氣 生存被剩下的被剩 我會咖啡最多的 冷氣 最後我叫你被剩下的 咖啡去吃 為什麼 他會拿去 這個傳官的 設定出來 創兩人就有了 這個日子 這個日子 鞋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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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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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按照装备 它是一样的 它可以投入来这些错误 它刚才没错误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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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数量有辨heiten 有 pregnancy Сер дạy had the custom 闹着这个方法 为什么 咱鸽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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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鸽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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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鸽� 教練往後都是說plo MIKE 蓋茶 我就 reality 首先服人單位 我們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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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開 你如果要講講什麼 你會說來,我請你 我正在給你,你會說,你會說這個真正的 真正的,你如果你要出來,我看你不太害怕 我請你 你禁品咖啡喔 我們禁品的地方,你都要給我 你不說我,你不說我 對吧?你也要給我教你一個雙雙雙 如果我被人殺人在我之前 你看到我自己的所謂分離 自單人的體分 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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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卡位 所以我們也不在 我們也不在做的 我們也不在做的 好啦 我們開始再選擇了 再來我師父要稍微快點 因為就是要讓大家了解 我們今天是高級班 讓你了解整個國際 對臺灣民政府有什麼真正的幫助 因為臺灣民政府經過這十多年來的討論 那我們的已經怎麼樣 真正的跟國際接軌 你如果沒有跟國際接軌 如果沒有跟國際接軌 你談什麼變成一個什麼 臺灣地位正常化 你會變成一個國家 不可能 你一定要跟國際接軌是什麼 任何一個國家 你要變成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聽到好 你這個國家 你一定要有主權大的國家 你一定要有全世界其他的國家 尤其比較大的國家給你認同 給你承認 你才有機會變成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那麼今天為什麼這樣來講 因為在臺灣管理臺灣的 所謂的ROC當時 到現在他們免得 哇 我們也有邦交 就是那十幾個小小國家 那個都不叫國家 真正要有世界承認的大國來承認你 那麼為什麼世界的大國沒辦法承認現在在臺灣的ROC 美國有什麼我來承認 美國沒有什麼我來承認 美國我來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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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所謂的大國家 英國 澳洲江國我來承認 因為我是一個大國 我是主權獨立國家 輕力之主 我不能用欺骗或者用假借的方式来承认你 不是主权的国家 我不能给你生人 我来生人就怎么样 伤害到外国家的嫁 所以讲这不行的 或者说比如说你是一个洋洋大陆 一个在社会贤打 你怎么可能就承认一个什么样的地比流氓 不行的 跟我的意思啊 所以没有任何大国来承认ROC 所以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么现在为什么台湾 现在所谓的熬星为什么 他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是在欺骗台湾内面 你既然一个会欺骗人民的政府 绝对不是好的政府 来往下看 好 我们跟国际接轨 跟国际接轨 然后这一天 我刚好又带来 我刚好又带来 顺便要秀一下 好 就是这本杂志 一个战予杂志 这边有个老爷 那么这个就等同了 他是代表美国官方的一个杂志 那么这一句话呢 就是川普先生说的 他是把他结束不公平的贸易 川普他说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是几日几号 这边有表示出来 看一下有没有 2018年的5月22号 他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他少要要结束不公平的贸易 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尤其是对中国 差不多9月 然后9月的时候 5月3、8月他就执行 所以要被看待在这上面的 都是川普认同的政策 就像这个 他也把这个台湾民政府的 整个这个台湾民政府的 在国际上 他所遭受的不平 都是写在这里 换句话说 川普呢 他看到这个 他也一定会去执行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意志 还有 这个Gios 任何一个 听好吗 任何一个议题 只有被灯载在Gios里面 这些东西 非常不得了的一件大事 哎 20个国家的元首呢 在这边开会呢 那你只要被灯载在这里面 你所遇于这个议题呢 就被20个国家的元首都看得清清楚 台湾民政府的 被灯载在这里面 好 那么 等同 好像这边里了 看这边了 好 就是刚才那边 被灯那一天 好 这边有提到 这个要很重要 好 这个没有被 联合国承认 好 的Pasport 没有任何国家承认 好 没有 没有任何国家承认Pasport 我们台湾人现在拿的Pasport 不是我们台湾人应该拿的 所以我们没有被 啊 承认的一个Pasport 好 那么 我们没有被承认的政府 在台湾的政府 现在所谓的ROC呢 他不是我们政府 他不能代表台湾 所以在台湾的ROC呢 是不被世界承认的 没有被世界承认的政府 但记得说台湾现在目前 是在美国的占领中 那我们台湾民政府呢 现在已经被 勘载在所谓的国际的媒体 包括 在那个Geos里面 好 那么台湾民政府呢 现在也在美国呢 跟美国 那边呢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办官方的机构 这个是未来办官机构 这就是台美商会 台美商会 那么未来台湾的 跟美国的所有贸易的呢 都由台美商会来做政策性的主导 好 那台湾民政府呢 也参加世界上 非常重要的一些议题 这个就是世界网络论坛 所以网络论坛 台湾民政府 是他整个过程里面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 台湾民政府在这里 那因为台湾民政府 为什么可以看来这里 因为是一个合法的政府 是一个可以被世界 所承认的政府 好 这是我们去参加的成员 那么这个成员里面 现在有一位 有一位 我必须要讲的 他现在已经在美国 所以我可以讲出来 没关系 就是这位 现在可能跟川普在怎么样 不知道 开会也好 或者说没有泡茶 对 他们是在晚会 好像是在今天 今天晚上在晚会 重点是哪里 川普他邀请全世界的国家 没有国家就是一个人代表 台湾就只要邀请我们台湾民政府 本来是邀请我们这个 Julia 因为他现在官司期间 所以他没有出门 就由我们这个威廉 威廉拿来代表 那么我相信 他这次跟全球的领袖 全球的重要的领袖 重要人员 他们都会在那边认识 这是 我想 台湾的媒体可能不会报道 但是全球的媒体都会报道 澳门他们真的要讨论 善要全球的媒体 好 那么这本杂志 有没有 罗伯的音 在2050年的世界是怎么样 这个叫外交信使 外交信使 外交信使 一个很重要的杂志 这个外交信使 就等同代表着联合国 把重要的议题 外交信使 互相全球 互相全球 这是有关西道 2050年 那么台湾民政府 就列在这个外交信使里面 这个也是其中 列在里面 这个就是讲到有关台湾的地位 在一个破坏的世界里面 要来帮助我们来重建 下来面 你看政府 就是台湾民政府 好 这个是他们的内容 内容 写的这么多了 好 那么这个是他的一个 这边 这边 这一次 这个标题 一个机会来去修正旅行成年 的作物 在这个破裂的世界中 要来恢复台湾的地位 你看看 这样一个标题都秀在联合国的期刊里面 联合国的那个外交信使杂志里面 等同都是在什么样 布局 等同在执行当中 那么这是其中 那篇 刚里面 这是重点 不少于36家台湾的公司 制造新型苹果iPhone8 就是这样 包括这些 那么这 这 这么重要的 一些 那个 公司呢 他来自于只有2,000多少人 也可能打过 他就台湾阿虎里面 好 台湾民政府也进入到 这个 日本的皇宫 要进到日本皇宫 我告诉各位 除了这个旗子以外 任何其他国家的旗子 都不可以进入 美国的也不可以 其实都不可以 但是台湾民政府的旗子 确实可以拿到这个皇宫里面 好 刚才有讲到 川普在 他12月的时候 亚洲行 在2016年 2011年 12月的时候 他的亚洲行 那么亚洲行 他有特别强调 有没有 那亚洲行特别强调 包含台湾的 他的整个 这个所谓的政策的议题 就是 所以 川普要亚洲行的时候 看来在一个上面的杂数 表示说 川普他已经计划好了 计划 OK 好 那么这次那一位 这位亚洲行里面呢 他有一段 把他录下来 然后川普总统在他的亚洲行上呢 必须把台湾列入他的政策移成 这位美国强大的经济 和军事盟友 台湾民政府 特别强调 这个我没有修改 特别强调 台湾的西部方面 台湾列入他的特别 这个要求国际 要承认 和台湾的席位 OK 好 那么这是另外一段 这种控制前 他讲的是 就这样的缘条A 那么 是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这个是在就这个缘条A 现在呢 他也开始觉醒了 这个邓教维报告一下 这有关台湾独立的这个问题 那现在独立功德的部分呢 美国已经讲话 OK 好 那么这张就是 我们最近 我们出去游行的时候 我们特别制作的 这个 这个 所谓的文宣品 这边特别强调 联络国外交系统杂志 G7 G20 杂志 那么连连刊登的意思 那么台湾呢 台湾的代表也所属他是联络国 那这个时候呢 在台湾的管理当局 他还在怎么样 还在讲是他们要申请进入联络国 台湾的代表已经进入在联络国里面开会了 这个就是有关 这个就是通行证 UN 就是我们要进入联络国的一个证件 好 那我们看一下联络国跟主联国家 所以 这边我们都会讲 ROC 是联络国家 为什么都会提出来 第一个 我们台湾的人到现在 还认为在台湾有一个叫ROC 都把它解释叫什么 中华民国 就没有了 没有了 你都不知道要把它称呼 它就是一个没有的东西 我没有死人又有的 没有死人是有的东西 它是肩膀的 都没有的东西 那你就给它说 一个明明没有的一个体 你硬把它 不知道怎么叫 它叫ROC ROC 是过去的名字叫做 叫做 叫做 Republic of China 以前叫中华民国 现在没有了ROC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分成 REFUGES 就是 就是 这个 这个 所以 它是主联国家 当然不是 怎么看呢 怎么看呢 来 你要做主联国家 你的基本条件 第一个 你的国家 你有固定的居民 为什么台湾人 是中华民国ROC的固定居民 当然不是 他是牛王来 他是把人带来 不是 主帝就住了这个口庭 就是说 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 都住什么人 住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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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家庭就住这些 这我来的就穿到 他又穿到进去 穿到进去 他现在说 我们是固定居民 但是 当然不是 所以台湾人 绝对不是 不是现在所谓的 偶射的固定居民 来 借鲜的领土 好 你说你这些 你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主权国家 那么你的领土借鲜在哪里 领土借鲜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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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从哪里看 不是你给他 他调查查的时候 你要去从他的线法来看 在中华民国 偶射的线法里面 在他线法里面 有没有所谓的借鲜 没有嘛 有啦 这些人以前在中华民党 那台湾有关的啦 来 再来 要有效的政府 什么叫有效的政府 主权独立的政府嘛 老子今天要做什么 其他国家你管我 这个叫干涉我内政 我们可以干涉美国内政吗 当然不行 可以干涉其他国家内政 当然不行 那有效的政府就是说 其他的国家不能随便来干涉你 全问你 今天任务的国家 尤其有一个国家 美国 他会干涉你内政 可不可以 当然目前是啊 因为他是占领全国啊 所以他是会干涉你的内政啊 不只干涉你的内政 就是连你的外交 都怎么样 都会有这样的主导 为什么 因为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所谓的ROC 他并不是合法在台湾 所以他没有外交的能力 他跟哪一个国家建交 都要美国同意 美国同意 所以他就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基本条件都没有办法不对 好了 开始来说 那么呢 如果你要交美国会员 要怎么加入 第一个 你要主权的国家 你如果跟你的主权 你就可以想让你生前入园 生前入园 你所谓的国家就是 你这个国家 是所有国家 一定有其他国家 什么样 来承认你嘛 因为在台湾的ROC 基本上没有其他国家承认 所以在怎么样 他都没办法进入联络国 去联络国申请 绝对没办法通过 所以他说 每人要去申请联络国 都是在骗台湾人 致力于赤进过国 在国际法 国际安全 经济发展 所以就不是联络国 这个 他们所谓的运作 联络国 基本上大约 大大小小 听说有些几千个人 还是多少人 就可以成立一个国家 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 定义外国 好 好 那我们现在讲到联络国 联络国有谁来控制 当然 基本上是 195个会员国 但是里面有影响力是谁 美国 再来说说他 这是比例 日本只有战前 有两个价值三十几 等同可以影响整个联络国的运作 那为什么 各位讲到这里 因为这两个国家 都拥有台湾部分的权利 拥有台湾部分的权利 美国拥有台湾的管辖权 依照救星人员 日本 他拥有台湾的 我们所谓入史 就是属于日本的属地 为什么 因为依照国际法 依照国际法 所以他们两个国家 就占据了三十几八联络国的 所谓的他的 这个 效力 那 我们在他们的 整个 入史美战的情况下 他们可以协助我们台湾 恢复到正常的国际地位 好 这边大家讲到 你看美医联 有没有 这些人对于申请 台湾申请 他老实讲 他叫台湾申请交联络 台湾 台湾根本 你都不能用台湾两个字 他都拥有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你要在中华民国 你要申请 今年多可不可以 如果你还是存在的国家 但可以 问题你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台湾这块土地 跟你中华民国 没有任何关联 所以你再怎么要申请交联络 都不可能 所以听说 那个时候他们每年去申请 他都是原后不动 就把那个文件退回来 好 这就是 尤其这一位 这一位是什么人 对对对 一个领导 台湾积极的 破 破国际空间 独派 推动 入联 与美国建家 那这个地方 这个都是造假给他们看 造假给他们看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有没有 美国开始讲话了 所谓是台独 你要申请入联 用台湾申请入联 就是等于台湾的独立 台湾的独立 才可以申请入联 但是呢 美国讲话了 到台独公合 招美国主党 这边 帮我提醒小英 不踩中国红线 所以你看破爪 他踩到谁红线 踩到美国的红线 踩到美国的红线 不是踩到中国的红线 要搞清楚 中国没有台湾的任何权利 怎么会踩到他的红线 好 这个 你看 这个人 我告诉 告诉各位 我亲自 曾经 几乎跟他面对面 离不到一公尺 跟他坐下来谈 谈有关台湾的问题 大家知道 普先生 他当然 在过去 在AIT 他是非常的有权 有权 权限的一个人 这一次呢 他代表美国政府 跳出来 他说 不太推动台股公投 代价高 普瑞州 他还那么科技呢 要他三思 我对什么 特别提到他 你知道一人一 完全没有表现 你现在都没有你笑到 可是你还是有表现 我会感觉 我会感觉 别人的感觉 那种善良 什么样 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看到什么呢 比酒好有到酒好 你第一感觉都没有 我在跟他谈话 他有讲到 他有讲到有关台湾的议题 这个地方我不会被在这边讲 OK 好 这一位 这个他过去呢 应该是HOPPA 美国的HOPPA HOPPA就是 要在台湾人 在美国他们要倡导 希望能够拥有台湾的 要用户台湾人 应该有的 这个主权 但是他们走的是 独派 就是独立 独立 他们现在呢 整个HOPPA 听说 现在已经改变 改变什么 改变他们的政策 过去他们的诉求 是台湾要 走向独立 建国 那我猜呢 HOPPA呢 可能变臨 就是谨散 但是我现在说 有人在讲他可能要谨散 我说 那我们赶紧该说 HOPPA几年了 中间也敢带我这些钱 拿太多太多钱了 那你今天要谨散 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么这一位呢 他是民事董事长 那么因为他在推动 所谓的喜乐岛 这个所谓的独立共和 马上遭到这个美国打脸 美国打脸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新闻 然后我写就马上上下降 所以现在 几乎台湾的 所谓台湾团体 几乎大家都在这边 连最近那个 彭湾政府的关键时刻 都停播了 都停播了 所以 我告诉各位 我们台湾政府 都主张 不但能够让美国 他来支持 为什么 因为我们 有得到美国 法 法 他们的事务法部分的 承认 跟授权 所以我们台湾政府才能够进入 所谓医生的 集团体里面 去刊载在我们 刊载在里面的我们的文章 所以我们看一下 国际法里面 ROC跟台湾都是主权国家 这边我们视频看一下 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们在国际法来讲 也是讲到主权国家 联合国都在主权国家 国家 这个之间的关系 但是既然ROC 他不是主权国家 他根本不可怜 等同受到国际法的保护 国际法跟战争法里面 有两则 这两则是其中一则 暂停不得已转几年 就是美国 他在欧战的时候 他来怎么样 打败 当年 在台湾的日本 日本 大日本帝国 台湾是大日本帝国的领土 虽然你美国 打败了大日本帝国 但是你来占领他 但是占领不得已转几年 什么叫已转几年 或者把台湾在外土地 变更成美国的领土 所以依照这样的推论 台湾可能成为美国第五十一桌吗 没可能 为什么 如果成为第五十一桌 台湾就什么样 占领就可以已转几年 可以占领 可以已转几年 现在美国每天就去占领 这个国家就好 都变异的土地 那是没可能的事情 那么流亡这个部分都不用讲 现在流亡到印度的德兰沙 可以在那边怎么样 就地合法 不可以 不可以 一样的 流亡的凹溪来台湾 绝对不能在台湾就地合法 如果他就可以就地合法 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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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有来台湾吗 没有啊 对 所以他那个流亡 中华美国应该休止在美国 还在美国保护中 在台湾这个呢 叫什么 他是用模糊政策 偷管 他偷管给谁 不是给阿欧西 偷管给蒋介石 那蒋介石呢 就表演一套就是怎么样 蒋介 中华美国他叫 户刑自私 那样特殊 户刑自私 什么意思啊 权力 你政权 绝对没有 所谓户刑自私 到外户刑自私 所以都体验台湾 所以中华美国在台湾 这边讲1950到1979 因为为什么 那个时候 美国还承认他 美国生于中华美国到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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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生于中华美国建高 所以在台湾的中华美国断交 断交之后 本来还有一个名 现在什么名都没有 没有这个名 没有这个名 来 那么现在从1980到2008 叫中国台湾当局 中国台湾当局 就是应该这样的解读叫做 中国当民在台湾所组成的一个 一个单位叫当局 那么美国授权给他 暂时还在管理台湾 就是从1980到2008 那么这个地方我特别要讲的 在这边呢 有一个台湾人 他自称台湾人 我不知道他是台湾人 叫李登辉先生 他说是台湾人的中国 他说呢 我们的国家名字叫什么 中华民国在台湾 因为那人说他 不敢 不敢 这个就是把事实讲出来 但是又不得不欺骗 所以他叫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间来中华民国在台湾 是这个时候的 到1979 为什么 因为美国还有承认他 李登辉当中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19多少 1988 李登辉 李登辉 对吧 既然李登辉当中的时候 美国已经不承认 所谓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讲中华民国在台湾 又是基本台湾 我今天是根据这个地方 你这个室内台湾人 你不应该欺骗台湾人 最佳于膽 就像今天的蔡当局 蔡英文当局也是一样 在欺骗台湾人 明明你就是中国 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还欺骗台湾人 就是说你是台湾人的总统 又是在欺骗 那都是欺骗 我告诉各位 我这边讲的经文 这个都是违反国际法跟战争 这个未来历史 会有一个 一个攻段 一个攻段 中华流亡难民当局 2009到现在 2017 为什么 因为2008开始 有一个新的政府成立 叫台湾民政 所以从这个时候 2009开始 他是一个流亡的难民当局 一直到现在 好 台湾民政务的台湾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在2007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2006年 通告美国 那个时候美国真的是下一票 他们想 哇 台湾人真的是清醒 台湾人站了起来 他把美国 身为美国 他是占领台湾 他是军事政府 他早就在规划 我要帮台湾人成立一个台湾人的政府 就是台湾人的政府 问题那个时候 怎么没有成立台湾民政务 你知道吗 不要骂美国 不要怪他 因为台湾人都没有国际法 概念 当时都没有任何一个团体 组成叫台湾民政务 去跟美国世界 所以今天 我们都没有出国去骂美国 他早就想要帮助我们 所以他早就设计好这个旗子 但是呢 就是我们奥林医院抗高谈 在2007年的时候 他就派代表把这份旗子送交给台湾民政 承认台湾民政 而且那个时候呢 他们积极的 想要来形成台湾民政 来接受这个台湾的整个 这个所谓的政治的管理的这个 这个管理权 但是因为一连串的一些事情 等一下我可以讲到 好 这个是最重要 我刚讲美国 他是三权分立的国家 三权 行政 立法 司法 对不对 你要 重点就是说 要三权分立 但是要三权都要承认台湾民政 现在 有一个承认的 就是这张 就是他们的司法部分 司法部分 承认台湾民政 是一个外国的政府 是一个外国的政权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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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都写在这里 这是他的编号 这个可以去查 可以查得到 那么司法已经承认 还要哪里承认 行政要承认 立法要承认 立法呢 已经大致上已经OK了 现在剩下最后的就是行政 那么行政要不要募集 要 要去过很长的募集 所以美国呢 在台湾呢 已经用无奉接轨的政策 要把这样的未来政策 转给台湾 然后他要无奉接轨 是可以说 比较 美国他的政策 美国他的政策 那目前不断的在进行当中 这是司法的部分 那因为司法的部分呢 有通过 所以才到台湾民政府开始 登载在D7里面 这是第一次 登载国际的媒体 这是D7 那么你看台湾西部网站 这是第一次登的内容 那 这个 这个杂志 美国的半官的杂志 2016年 这个国际外交签 极其影响力的知名杂志 那么 他把台湾民政府也开始 登载这里面 所以你看 2011级 2016到现在 已经清闭过两三秒 所以 他在等什么 等我们台湾民政府 赶快组建完成 好 然后第二年的D7 GOS 这个是2017年 2016 2017 好 那我们这边要讲到的是 我们跟国际接轨 就是这位 通过 刚才有讲到 那么 他是最得到川普的信赖 但是 他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 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 所面对的困境 我相信川普先生都知道 因为他会 如实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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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位就是 Roretha 他是 美国众议长 古连 都是跟我们古连 在我们9月的时候 在聊天 这位 这位 不用认识 没关系 好 但是这个是刚才那位的名字 吴云木 这个是我们去参加联络国 我们进入的通行证 通行证 这是他的背面 他有讲到 这张通行证 要有权力的一个机构才能够发行 有联络国认同的机构才可以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参加 另外一场 Foncodia Foncodia的这个酒会 那我们的婦人 最主要是要秀这个人给各位看 这个人他秀是联络国的 刚才那个 Politico Korea 那个期刊 那个外交信使杂志 他是主编 他说主编 然后那天来的时候呢 那我们公关呢 就马上 把他介绍给我们的夫人 OK 那这是我们参加 联络国的 这个所谓高峰会议 这是我们的成员 威廉 他现在在美国 这是我们夫人 那本人就坐在这边的第二台 因为我没有那么重要 OK 好 这个就是我本人 我们夫人 那这一位呢 听说他是美国籍 极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之一 那一天呢 我们的酒会 他来主持 他来主持 OK 好 那么台湾民政府政府官员 我们要知道 电梯是政府官员 那我们是要了解 我们要 跟小金美呢 谁要把他了解 台湾民政府绝对是 起较执政 今天不是乱讲 我们跟整个国际接轨 我们是以国际法跟战争法 结论符合世界法的要求 所以台湾民政府一定执政 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呢 美国在等待 等待怎么样 台湾民政府全部赶快组建 整整合起来 所以我们最近这两天 为什么 我这边特别讲一下 因为从 这几天的整个政策 美国的政策 已经让我们感到非常紧绷 非常紧绷 为什么 因为他要我们的 所有内阁的名单 所有议员的名单 所有我们组建的团体 他们都要非常的清楚 包括 这个 刚才有人叫委员 今天 听说那个名片 那个名牌已经出来 我还没有清理 好 那都没有关系 那我们现在 所以台湾民政府 政府官 我了解 台湾民政府的整个历史 整个过程 我们怎么跟国际接轨 那我们身为其中一员 我们的角色定位 要怎么做 看一下 台湾民政府 要你去 我们都不在 我刚才说 我们很简单是港前大家 这个不要小看 大家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是 政府官团队 不是执政团队 来 你看看 好 政府官就刚才 特别介绍给大家 那既然你身为 政府官 把你的角色定位 你要很清楚 政府官的定义 你要先做 政府官的事物官 那是一本 你只要跟我们 政府官 他都把我们公了 一讲再讲 你既然是政府官 你是我们团队的一员 你说的 你是我们台湾民政府 大骂家庭的一员 你是我们台湾民政府 兄弟姐妹的一员 所以未来 台湾民政府在整个执政里面 一定要 怎么样 各额未来 怎么样 全力协助 像这件 我们假设把台湾民政府 动作学的输赢的企业 你是 这是 建家庭的 你现在 你都是做 对不对 你都做 主要干部 有没有享受到最好的福利 当然 有啊 福利一定是最好啊 各位 那如果你是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 未来福利要不要给你 当然要给你啊 福利很重要啊 对不对 好 所以要了解政务官的定义 那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历史过程要知道 来 我们刚刚有讲到 我们现在都不讲革命 但是呢 我们是革命先前走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未来 我们希望 我认为 我们的中央 我们去制定 未来所有台湾人民 看到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 要对台湾非常的尊敬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 所谓的革命团体 我们是很辛苦 才把台湾的国际地位 让它飞飞到正常的话 我们为我们 四四大概的指示 我们做了太多的事情 人民的典范 为我们设想 练就了政府管理的技能 各位 你今天来做政府管理 要做一些事情 这是你的地下会 因为你是政府官 政府官要做什么事情 你是台会的主管 开会主管都在执行政策 执行中央制定的政策 执行中央制定的政策 执行州办所制定的政策 那么你要知道 每天 宣传的办法 你的办法 不是这样 你这办法 不是那些东西 你的办法是什么 你要搞个开会 来怎么样 政府策定 政府策 执行 他的目的很清楚 那再来 因为我们是台湾民政府 我们现在来做什么团队的操练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要抽我们的自我学习 要跟你放心 这个自己去思考 那么在现世代 这个电子货号时代 电子货号管理你必须 必须 好 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 一个伟大的一个领导人 你要怎么样 让大家都喜欢跟着你的意思 来 台湾政府 你看看我们的座位 定位 你现在是政府官 政府官的基本上是政治事务的管理者 政治事务的管理者 管理者 那么换句话说 政府官就是管理团队 那管理团队到底要做哪些事情 政府 有关政府 什么事呢 规划政府 制定政策 政府策制定 不然 控制 你要控制什么政府的运作 你说 你是一个团队 你是个大家庭 你在整个这种部门呢 你到哪里 派你到哪里 你都是这个部门的首脑 你是政府官 你都是首脑 但是相对的你要给你有证明哦 今天我们家庭 我们家庭做得好不好 你要有证明 今天我们新的政府 我们把政府功能发挥得很好 你要有证明 然后呢 我们在 兄弟之间要怎么样 良性竞争 绝对不会有恶性竞争 要良性的竞争 政府官管理团队的意义 来政策 政治的政策 制定了能力 你要做能力 政治事务 执行能力 政府官都要有 很清楚 不一定 你要是一个管理团队 你要懂的什么叫团队合作 你要懂的 我们就是一个team 或者组织的学习 科技的管理你要懂 因为像现在的以色列 他们为什么那么成功 他们对科技的管理太厉害了 再来 既然我是政府官 你要懂的什么叫做 效忠的行为 我们对我们 我们的政府 对台湾民政府 我们的中心 我们的中央 我们要有效忠的行为 你要不当的学习 做成长 因为你要去面对 整个外财的环境 掌握趋势 媒体 国际的情势 政府官 刚才已经讲过了 下一个 事务官 这是举例给大家看 这就是事务的执行者 由政务官来怎么样 做这就决定你来执行 那么事务官僚 事务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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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法定的 而且你在执行是你要有义务的 你要专业的 你要技术者 你这一套事务来升天 就是事务官 好 那我们条件 你要成为政务官僚 要过五官 对不对 我们基本上 有很多人都过了 来 好 那么政务官的条件 进阶 进阶怎么样 知道台湾的历史 尤其政务官僚 你对台湾的过去 现在去未来 你要更清楚 要懂得台湾的法理地位 那你要不断参加 我们的所有的训练 参加我们特效 各位都有参加特效吗 我们现在的特效 这个好像最近 最近我们有一个考试 叫进手考试 还要几次运作 好 在政务官的一个很重要的 你是被涉潜 被涉潜 了解任务 你要被涉潜 涉什么钱 你要了解你的自助在哪里 你的涉潜是一种命令 所以 权力跟义务的关系 职务 你的职务 就是你的任务 要怎么样 要权力以赴 权力以赴 所以我们在台湾政府 你要说 你的政务官的条件 最重要 你要怎么样 做到所谓的奉献 这些事情 都没有任务 没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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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做法 但是 你要完全是有奉献的心态 这样 我们相信 这样 我们有这个基本的概念 未来 能够在我们台湾政府在执政 我相信 你会 在这边 会有你的荣耀 我们会让我们的子主生生 能够在台湾这边奉力上 一路我们的努力 让他们永远这边 非常多幸福 这样的 比如生活 在台湾这边的努力上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